最新娱乐资讯,最近孙力在微博上,晒出一家玩乐的温馨照片并配文,等等,妹妹,妈妈的作品,照片中邓超被老婆孩子埋在了树叶里面,虽然一脸无奈,但是还是很享受这种搞怪的天伦之乐的,水瓶座的邓超一贯喜欢搞怪,不走寻常路,不管是秀恩爱还是坑孩子,都是以斗笔著称, 比如等等过生日,把儿子亲到变形,再比如秀起恩爱也是互相坑,那么婚后如此搞笑的夫妻,在婚前是什么样子的呢?鬼马的邓超在追娘娘时也不走寻常路吗? 因幸福像花一样这不具相识相恋的邓超和孙力,其实也像很多正常情侣一样,由暧昧吸到走入婚姻殿堂,而水瓶座的邓超追孙力,可不是靠成熟稳住呢? 而是像调皮的大男孩一样,用耍宝,嘎花,抢东西吃来吸引娘娘注意力的,孙力绑头发时,邓超也要上去凑热闹什么都不管,就是一阵嘎花看看旁边小哥的尴尬和冷漠了吗? 看到孙力的帽子放那,他也要过去弄一下刷刷存在感,顺便耍个宝,我每人一笑,就连孙力吃苹果,他也要抢过来,吃一口再满意离去,是不是像极了高中欺负女同学来吸引女生注意的小男生呢? 原来邓超的豆比气质一直都在呀,也希望邓超孙力一直这么甜。